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广东球篮零星公布 只有一人拿底星 一级零 作曲牺牲 赵瑞死至名归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广东男男的最新消息 从此周知 目前这边零赛 正在如何如何的进行之中 为民观众广东队 在本赛季的半决赛上面 非常的遗憾 被辽宁队 3比0很少淘汰 对于广东队而言 拥有深厚的冠军底蕴 而且拥有 非常浓厚的人情味 那么本赛季结束之后 广东队也会面临着 多人合同到期的 问题 那就意味着广东队在休赛期间 将会与众多的 林星球员 进行序约 还有一些老将的合同 也需要取离 那么在休赛期到来之前 广东队 各个球员的 林星 也是 公布 那么其中 苏维也是拿到 顶星合同 但是 苏维本赛季的 顶星合同 即将到期 那么在休赛期间 苏维 很有可能 不会再拿顶星合同 将这个名额 留出来 给更多 需要顶星合同的 林星球员 虽然说 苏维在广东队的 类型球员中 个人实力 并不是最为优秀的 但是苏维曾经为广东南南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是目前球队中 获得冠军最多的球员 在这种情况下 广东南南 依然是非常的 看重 人情味 给了老将 苏维 顶星合同 很多球迷 一位广东队的 格局 顶赛 那么另外呢 一级零 其实 个人能力 以及对于广东队的 共性 都非常的 巨大 但是呢 一级零 在前面 也是做出了 牺牲 那就是 并没有去拿 顶星合同 而是将 顶星的名额 控制出来 那么本 本赛季结束之后 来到休赛期之后 一级零 也将会面临着 血液的问题 那么根据媒体消息 大哥 很有可能会继续 做出牺牲 将 宝贵的顶星名额 控制出来 让总经理 朱芳如 先生 在休赛期间 有更多操作的 很多球迷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纷纷为 战胜一级零的顶战 那么一级零 也是西边临赛中 非常具名的 一人一成的 顶星势力 那么一级零的 在西边临赛的整个 职业生涯 目前都是效率 广东帝 为广东帝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且啊 一级零呢 还在 时时刻刻的 为广东帝 着想 宝贵自己 做出牺牲 不拿顶星 也让广东帝 能够 签约更多的 优秀球员 很多广东帝的球迷 也是非常的感动 那么其实 提到 这个休彩期间 广东帝 最为重要的 一个 序列合同 应该是来自 广东帝 后卫星上的 明星球员 赵锐 众所周知 目前赵锐的合同 是谁类合同 并不是顶星合同 但是 以赵锐的 个人能力 以及对于 广东帝的 重要性而言 赵锐 如果拿到顶星合同 应该是 实质名贵的 很多球迷认为 赵锐确实 值得一份顶星合同 那么 而且赵锐合同 到期之后 如果说 广东帝 没有拿去顶星合同 进行 匹配报价的话 那么赵锐 是有权力 选择离对的 当然了 我个人认为 赵锐并不会理对 即使说 按照合同 细则 以及设备理赛 规定 赵锐有传议理对 但是呢 他本人 肯定也不会理 也不会理对 因为赵锐啊 在前面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多次说过 自己会 一直留在广东的大球 非常喜爱 广东的这个集体 而且呢 广东队的 众多球员呢 都非常的 喜爱赵锐 赵锐也将父母 接到了广东居住 可以看出 赵锐也希望 效仿大哥 一几零 在未来啊 上瘾一人一成的 传奇家伙 那么因此啊 这位球迷 我们也希望啊 杜峰指导 在 杜峰指导 以及 总经理 赵锐新生啊 在修财期间 能够给到赵锐啊 一个顶新合同的名额 因为啊 赵锐确实实质名贵 当然了 对于广东队的 另外一些领情球员 比如说 徐杰 这个胡明轩 杜仁旺 这些主要的 能换球员 或者说 举例球员 他们也存在一些 序列的问题 特别是 有新鲜合同 当然为 C类合同 那么了 广东队也要拿出 足够的诚意 来扭制这些 非常优秀的 领情球员 这是广东的 未来的 保障 小伙优优优优优优独播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